花旗少女一年侵犯40具遗体 被发现时脸色潮红 浑身虚脱 一旁才散落着上百枚白色药丸 她叫凯伦 是同时眼中的女神 长得肤白貌美大长腿 然而背地里却有一个难以启齿的癖好 最终为自己引来了灭顶之灾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保持你的好奇心 让我们走进灵车女司机背后的秘密 时间1979年12月17日 第一点美国加州萨格拉门托市 这点早上约翰的家属正交集的等在墓园 准备送这位可怜人最后一程 然而两个小时过去了 灵车却迟迟不见踪影 大家别慌 也许是路上抛锚了 面对殡仪馆高层的解释 众人又忍着耐心等了一个小时 然而连个鬼影子都没看到 毕时正值上世纪80年代 凶杀案频繁 拦路抢劫更是时有发生 而灵车司机不是旁人 正是金发碧眼的大美女凯伦 她的身边不乏爱慕者 在得知女儿不见后 父亲和男友第一时间报了警 结果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 上百名警力沿途搜索了两天三夜 却还是不见灵车的影子 凯伦于那具棺材仿佛人间蒸发般 修饰的无影不踪 你们还我女儿她还那么年轻 就在警察一重莫展时 前方传来了爆炸性消息 一头急捕犬 在路边郊外树林时 突然狂吠不止 众人顺着痕迹找到了那辆黑色的灵车 只见她门窗完好 后背乡里的棺材不知何时被打开了 死者约翰双腿开插 以一种受而不义的姿势躺在那里 嘴角处似乎残留着不知名液体 在她不远处正是女司机凯伦 其面色潮红衣衫凌乱 手边还散落着大量白色药丸 呼吸微弱双眼紧闭 仿佛被人打晕了似的 面对如此诡异的现场 警方迅速展开调查 一开始怀疑是有劫匪 半路迷晕了凯伦 吃食侵犯 然后盗走了车里的财物 但很快这个猜测就被推翻了 毕竟一辆拉死人的灵车 有什么油水可捞呢 而且从残留的车者脚印来分析 当天这里根本没有第三个人 难不成 就在警方疑惑不解时 凯伦已经被送到了医院 父亲男友陪在身边 等待着坏人被生理法的消息 殊不知几个小时后 他们的三官将会震得粉碎 花旗少女一年侵犯40具遗体 被发现时脸色潮红 浑身虚脱 一旁还散落着上百枚白色药丸 她叫凯伦 是同时眼中的金发女神 长得肤白貌美大长腿 然而背地里却有一个难以启齿的癖好 不久后凯伦苏醒了 面对父亲的安慰 既没有激动也没有痛哭 反而露出了一脸羞愧的表情 就在男友百思不得其解时 门被推开了 两名警察掏出一份拘捕令 直接带走了凯伦 光着上面的文字 父亲险些当场昏倒 偷窃遗体 盗窃灵车 侵犯遗体 原来经过地毯式的搜查 当天警方还在后座 找到了一落后后的遗书 上面不仅写满了凯伦的忏悔 而且还描述了 他每次侵犯顾客的细节 让人毛骨悚然的是 在短短一年内有超过40具遗体 被其玩弄亵渎 就连凯伦本人也厌恶自己的行为 他在信中毫不遮掩地称自己是 太平间的母老鼠 浑身散发恶臭 目露绿光 见到男尸就走不动道 这是宰赃 陷害 我女儿不可能这么做 面对父亲的质疑 警方出示了解剖证据 几个小时前 他们从死者约翰的私密部位 采集到了一大滩体液 经化验对比 正是女司机凯伦的 这表明那对后后的忏悔信 并非空穴来风 上面的内容 全都是真实发生过的 铁证如山前 女孩羞愧难当 流着眼泪 颤抖地倒出了 那不为人知的三天三夜 花季少女一年侵犯40具遗体 被发现时 脸色潮红 浑身虚脱 一旁还散落着上百枚白色药丸 这天一大早 凯伦照常行驶在公路上 按照原计划 他要将棺材运到南郊的墓园 可不知为何 他的脑中总是闪过 死者约翰帅气的脸庞 那恐无有力的身材 令人垂涎欲低 就这样他不顾计划 临时改变了线路 一口气开到了郊外树林 打开棺果 急不可耐地扑了上去 完事后他还闲不过瘾 又独自驾车带着约翰 在路上狂奔 俨然一对热恋中的情侣 这期间他犹如野兽 肆无忌惮地发泄着欲望 直到筋疲力尽后 才被理智拉回了现实 彼时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天 休愧男当中 他来到了一家药店 购买了安眠药后 坐在车里打算以死谢罪 然而下一秒 他又被邪念支配 爬入棺材和死者 来了一次深入交流 事后浑身虚脱 闭上眼睛 吞下了口中的药丸 本以为一切就此终结了 就不了警方的到来 打乱了凯伦的忏悔计划 随着结果的公布 舆论一片哗然 因为凯伦不仅家境殷实 更长着一张令人嫉妒的脸 肤白貌美 身材高挑的他 现年仅仅23岁 走到哪儿都是吸睛的存在 怎么会做出如此不堪之事呢 带着疑惑 工作人员走访了他的家人 不问不知道 原来凯伦八岁那年 因为长相甜美 曾遭到一位陌生男人的猥亵 14岁那年 又被数学老师侵犯 留下了终身阴影 从此便精神萎靡 行为怪异 某天实验课上 竟荡着全般的面 用嘴唇亲吻 手中的死青蛙 渐渐的凯伦父亲发现 女儿对活人没有丝毫兴趣 反而热衷于那些遗体或标本 为此身边的同事朋友 慢慢疏远他而他却养成了一个不为人质的癖好 和尸体共处一室 只因为经历了那些黑暗后 在他眼里死人比活人更安全 为了享受这种感觉 凯伦一毕业就放弃高薪待遇 来到殡仪馆应聘凌车司机 因为这个工作能长期和尸体独处 不受任何人监督与打扰 甚至他还愿意无常加班 待在太平间享受自己的美好时光 随着真相大白于天下 凯伦也迎来了自己的判决 按照当时的加州法律 关押11天缴纳255美元法金 对此40具遗体的死者家属表示难以接受 最终凯伦又支付了11.7万美金的精神损失费 在摆平此事 由于声名狼藉 这个大美女不得不举家搬离 消失在众人视野中 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